放屁多是什么病的征兆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赵梅梅 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胃科副主任医师 我们老百姓说放屁多呢 其实就是腹部胀气 胃肠道的这个残气量比较多 这个往往呢我们就考虑是消化不良 就比如说是患者呢 可能吃了过多的蛋白质的食物 包括豆类的植物蛋白 包括动物类的肉食呀 或者是芹蛋鸡蛋呀 或者这一类的蛋白质的饮食 吃的比较多的话 那么它在消化过程中就会产生比较多的气 所以呢会有觉得会有一些腹胀 排气呢也比较臭汇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就是他在喜欢在进食的时候呢 爱说话 或者是有一些教师呀 这些职业 他们呢说话比较多的时候 在通验下去很多的气 和这个胃肠道食物产生气呢 混杂在一块儿 也会觉得这个腐胀排气比较多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呢 我们一般呢就是建议他要 还是要清淡饮食 不要吃过多含蛋白质的食物 在吃饭的时候呢 还是安安静静的吃饭 避免了过多的气体呢 通入被肠道 造成腐胀排气多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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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金中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